华语篮球世界 2022年1月19日 北京鸭先下手未强 周三下午 CBA常规赛有二场比赛同时进行 其中北京鸭将会对阵天津先行者 尽管天津先行者迎来连胜 看似状态不俗 不过北京鸭最近势头更加凶猛 连场大吵对手2-30分 回顾两队近年交锋战况 胜负成一面倒 此番交锋无疑是北京鸭值得看高一些 经济一路以来 北京鸭的走势飘忽得难以捉摸 回顾第二阶段就可看出大致情况 两连胜开局之后遭遇一波五战四负 期间屡遭劲敌敌围剿 正当大家以为他们可能继续沉沦之时 北京压过去三场比赛连展吉林东北虎 复班长南京大胜以及金济其中一匹黑马山西猛龙 平心而论这波连胜的含金量可以叫球迷收获 值得留意的是 三连胜期间球队军场竞胜分多达31分 要知道在本赛季前20场比赛里面 他们只有过两次大胜30分以上的记录 林书豪和倔 集训的到来让球队焕发高质量进攻火力 兼且防守也似乎找回过往引以为傲的水准 此番对阵一向习惯受自己欺凌的天津先行者 相信北京压能顺利取得四连胜 阵容方面 前锋高升继续养伤必战 天津先行者过往一直是联赛中的鱼南部队 经济也不例外 不过由于还有实力较弱的新军宁波火箭 以及加到中落的江苏双雄等队垫在身后 天津先行者的地位算是有提升 留意近况 天津先行者早前同样经历过一胜四负的低迷 期间只赢过南京大胜 不过最近也是连胜山西猛龙 以及吉林东北虎完成反弹 稍微显得不够说服力的是 这二场都是险胜 不像北京压那样酣畅淋漓 侧面反映出彼此间存在一定实力差距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 从2015-16赛季以来 天津先行者过去14次交锋 从未赢过北京压 期间只有两次得分破百 而限制几对失分破百只有三次 天津先行者心里阴影之大不言而喻 是一响赢越战 越勇的北京压 无疑是奢望 感谢你收听华语篮球世界 谢谢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